凡事人皆虚爱 天同富 地同在 行高者 名字高 人所重 非貌高 只要是人类 我们都要爱护 不伤害它 就有如天覆盖着万物 地 承载的万物一样的 自然和博爱 品行高尚的人 名声自然高 人们所敬重的是德行 并不是看外貌 是不是出众 财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大 己有能 勿自私 人所能 勿卿子 财能大 财能大的人 声望自然大 人们所信服的是 真财 并不是只会发表言论 好说大话的人 如果自己有财能 不要自私自利 要肯为大众服务 别人有财能 不要轻易地批评 应该多加赞美 肯定 在东州战国的时候 李斯和韩非 是同门师兄弟 秦王很欣赏 韩非的文笔 和韩非交谈过后 更加欢喜 李斯害怕韩非得宠 而影响自己的前途 于是故意说韩非的坏话 陷害他入狱 并假借亡命 赐毒药 要韩非自杀 韩非没有机会伸冤 就这样枉死狱中 后来李斯被赵高陷害 同样的 也没有机会伸冤 众恶因 又怎么会有善果呢 物产妇 物娇贫 物厌固 物喜心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绕 不要看到富贵的人 就对他们恶于谄媚 讨好他们 不要看到贫穷的人 就摆出一副骄傲的态度 不厌恶 不一切好友 也不一昧地喜爱 新人 新朋友 当别人忙碌 没有时间的时候 就不应该去打搅别人 当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需要让他一个人清静 不要一直多说话 来打搅他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思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知 欲思免 别人有短处 缺点 绝对不要揭露出来 别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和隐私 千万不要四处去跟别人说 赞美别人的优点 其实也是做善事的一种方法 因为如果对方知道了你称赞他的话 他会更加的努力向上的 杨人恶 即是恶 即知甚 或且做 到处宣传别人的缺点 这种行为是不好的 看到别人的短处 自己觉得非常厌恶 这也是不好的行为 过分的憎恶 就会招来不必要的灾祸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亏 朋友之间要互相劝告和勉励 希望彼此可以向善 这对彼此的品德培养 都是很有帮助的 看见朋友有了过错 而不互相归劝 双方都会在品行上留下缺陷的 凡取雨 贵分小 雨宜多 取宜少 将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数已 凡是跟别人有财务上的来往 都应该分清楚 给别人的不要吝啬 拿别人的不要贪多 有事情要拜托别人做 或有话要跟别人说 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喜欢 如果自己不喜欢 就应该立刻停止 恩欲报 愿欲忘 报愿短 报恩长 如果别人对我有恩惠 一定要时时想着报答 如果和别人结了冤仇 应该求别人谅解 尽早忘掉仇恨 抱怨的心态 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 但是报答恩情的心意 却是永远不忘 战国时代 赵国大臣令相儒 以才智完成了外交任务 赵王就升他的官职 职位比武将连坡还要高 这时到连坡很不服气 处处为难令相儒 有一次令相儒的部署看不过去 就问令相儒为什么要忍让连坡 令相儒却说 现在赵国正受到秦国的威胁 如果赵国文武大臣冲突 国家将会分裂 敌人就会入侵 那个时候赵国就危险了 消息传到了连坡耳中 他自认有错 立刻背着荆棘到 令相儒家中请罪 令相儒不但不责备他 两个人还成为了好朋友呢 对待家中的佣人 对待家中的佣人 本身的行为要端正庄重 不可以轻浮随便 虽然如此 也不要摆出高高在上的态度 应该要慈祥 宽厚的对待佣人 用全事来逼人服从 虽然别人表面福气 内心却很不满 只有用道理来说服别人 才能使对方心悦成福 同样是人 但是个性都不一样 随着潮流走得平凡人很多 只是有人得的人 却是很稀少啊 对于一位真正的人者 大家自然地敬畏他 人者说话不会故意扭曲事实 也不会向人谄媚讨好 能够亲近人者 并且向他学习 自己的品德会慢慢地进步 过错也会减少 不亲人 无陷害 小人尽 百事坏 如果不愿意亲近人者 无形中会产生许多坏处 小人会慢慢地增加 做起事情来就会受到破坏 让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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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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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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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